哈囉大家好,我是雞腿 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 關於三國志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那這次影片一樣要來分享 是張春華的刷分組合 在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才不會錯過各種好康的攻略影片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吧 首先來到試練加成這邊 照著我方法去配點即可 然後難度方面我等等介紹的隊伍 第一組可以挑戰滿分的170 也可以挑戰133 至於剩下的隊伍挑戰的都是133 千萬不要把反傷打勾 否則傷害會完全出不來 那這組陣容是把剛剛介紹的組合換了一下順序 然後用五火翻開王毅代替馬鈴鹿 那神兵方面 虎頭跟葫蘆的順序可以堆掉 兩者在分數上結果差不多 然後在林寵的選擇上 我自己是使用熊貓來當主戰 畢竟這次的無限挑戰 要前面真的比較難 所以我選擇先求穩 那各位想換成比翼或是靈兔 我覺得應該也OK 至於助戰就是 夫豬加龍象或是竹雀 然後在兩方面 我只有姜維選擇弱點突襲來拼傷害 其餘的全部都在戰役撥發來拼怒攻次數 接著潛能方面 姜維2331 春華2213 王毅3231 然後貂蟬、曹操跟劉備都是3232 那換五方面 劉備、貂蟬跟王毅都建議要三開會比較好 尤其是王毅一定要有 否則就沒有帶上他的用意 那這組陣容我自己目前最好的成績是65萬左右 但是有觀眾測試下來可以達到70萬以上 至於上限在哪邊我並不確定 那如果沒有貂蟬的玩家 但是你有五星的馬雲露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王毅改到前排的3號位 然後潛能方面自己改成埃達回怒 這時候將會回到4號位 那另外一邊就上五星的馬雲露 潛能馬雲露是2332 然後馬雲露戰魂是帶弱點突襲 那改成這樣子的搭配之後 我最高的分數一樣是來到65萬而已 但陪我測試的觀眾 他一樣又可以達到70幾萬 所以在這邊推薦給各位 接下來如果沒有姜維的玩家 但是有開放CH1的話 可以把隊伍改成畫面中這個樣子 然後戰魂方面選擇全部弱點突襲 接著潛能的話 貂蟬跟潮P都是3222 然後春華、劉備、曹操都維持原樣 最後諸葛亮選擇2223 那這組陣容我自己測試 大概可以達到快30萬左右 如果有無火馬雲露的玩家 可以嘗試替換掉諸葛亮、貂蟬或是曹P 然後直接把馬雲露放到6號位 這個樣子我覺得傷害應該可以再搞出不少 但我本身沒有無火馬雲露 只能提供一點想法給各位參考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嘗試看看 最後沒有開放CH1的觀眾們 可以把隊伍再次調整成這個樣子 戰魂方面一樣全部都在露天毒吸 然後潛能的話 呂布是2331 然後呂靈祺是2213 至於換武方面 我自己是劉備、曹操、呂靈祺跟貂蟬都使用三開換武 那呂布有無火加換武的話 可以放到前排跟呂靈祺替換位置 那這組陣容目前我自己測試的傷害 最高也是來到快要30萬左右 提供給各位參考看看 那希望這次影片有幫助到大家 可以的話再麻煩給我一個喜歡與訂閱 我是雞腿我們下次見掰囉